公领域越成功的人 他对怎么样把事情做成功的这一块很会 然后怎么样去领导他的属下很会 可是在私领域比较柔的这一面 怎么做好爸爸 怎么做好先生 这一块或者说他的另外一半 怎么做好妈妈 怎么做好太太 这是私领域 那在我们全世界学术方面 对于私领域的一般都是隐私 没有去开发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欧巴马 他现在成为美国的总统 可以看到他的私领域在他传记里面 包括他第一本书 他跟他爸爸的理想 然后他的爷爷的理想 还是他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成长过程有多少挫败 他私领域他通通都躺闹 所以他会从私领域里面去躺 去了解自己真正的 然后面对 然后他这一生的理想 他去做社工 社工以后他发觉还是要建立法律 所以他就到哈佛去练法学 做律师 做法学法律的 然后他再回到社工 所以他理想跟现实就很清楚 他投资得很远 投资很大 包括公领域跟私领域 两个都有投资 所以他在这个1月22号 他的宣言 他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换行我们是谁 另外我们要看到我们过去到现在所走的路 这边就讲的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的公领域跟私领域两个整合起来 才是真正的我们是什么 那因为公领域是只有开发我们的才华 私领域是开发我们的爱 我们爱自己 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是为何合战 我们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们要爱自己 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所爱的子女 那这一块 因为没有人教也不懂 那所有的人量都发在 怎样公领域把他这个事情做成功 所以私领域的那一块没有去探讨 那我们知道一般得心脏病 就是三心难过 把内在的哀伤压得很厉害 那另外难的社会线牌 这些都是压抑这些人量 那BTP工具 他可以检验就是说我们因为在美国已经用了很多 就是包括一个公司27%的人 就是说他的公司高阶主管或中高阶 中阶要继承升到高阶27%的管理级 他们都会照顾他的家人角色和他的家庭 让他没有这个内顾之忧 就是让他没有就是担心 然后他才在工作纲页上才做得好 然后也不会像很多人事业做好了 婚姻就破裂了 家庭也破裂了 这是不值得 那BTP工具可以让我们去探索 发现我们私领域有什么地方要经营 那我们当然也很感谢 所向施生文中 我们本来这篇文章是要摆在哈佛 哈佛三面评论上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因为另外一篇是要写温私人的 那温私人因为走掉 所以我们只有做温私人的工作领域 那没有做他的私人领域 所以还有另外等于案例不全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篇文章摆在健康 健康 健康里面就是完全 因为通常我们发现就是说在一个公司 那个顶尖百分之二十的人要扛整个公司 百分之百的负担 也不止业务单位 以前业务单位说 哦 百分之二十顶尖的 是扛业务单位的全部 二十八十元里 那我们发觉在这个心智能量上 BTP可以把这个人 他的精力用在哪里 就发觉越是高阶的管理局 因为我们在做团队的时候 职位越高的人 他负的责任越大 他如果不会不晓得怎么去解压 去试压 包括他的私人这一块 他就会很快症癌 不像症癌就是身体上面 就会受到泪伤 然后中阶主管或基层主管 他们的压力通常而言 是比高阶主管少很多 就职位越低 他的压力越少 好 那这是我们演来的十九年的经验 那我们从一九 就是一九 对不起 2004年开始 那IBM第一个就让我们试 那有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讲师 种子兵团 十二位 他们就家人角色做了175 那我们就是很感谢 就是说 他们会先把家庭去照顾 然后我们后来就试了很多 那我们等于说从2004年到现在 我们把PTP的工具 在我们大中华区 就会等于把美国的优点 就是27%的中高阶的管理级 怎么让他们安定 因为他们是公司的 智慧核心价值传承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们个人的当然会做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市场 那我们在管理面 我们这一块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公司能够真正做到 永续经营 他也有照顾管理者 他的身心健康 因为他只有健康 他的家庭跟事业的成功 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